OdioJungle OdioJungle 原标题,蔡英文改口称,不排除大陆攻台可能台媒,对两岸关系不自信。 参考消息网,1月24日报道台媒称,大陆究竟会不会攻打台湾? 蔡英文接受专访时表示,没有人会排除这个可能性,开启战端是不是一个选项,必须小心斟酌。 蔡英文声称开战须小心斟酌。 据台湾中央社1月23日报道,蔡英文接受三立电视台Innose新谈话节目专访,22日晚间播出专访内容。 这是蔡英文上任,一年8个月以来,首次接受电视媒体专访。 报道称,对于两岸关系,主持人问道,台湾与北京间的谈判,完全终止了吗? 蔡英文说,双方的沟通应该还是有的,沟通可以减少误判,因为一旦发生误判,对两岸来讲都不好。 所以,两岸在某一种层次,跟某一种范围之内,其实还是有沟通的存在。 此外,主持人问,你觉得大陆会打台湾吗? 蔡英文说,没有人会排除这个可能性。 另据台湾中央社1月22日报道,对于解放军军机军舰绕台,蔡英文接受谈话性节目专访时声称, 任何对方的一举一动,都在监视范围内,台湾的防务能力非常有自信,可以面对这样的情况。 主持人郑弘仪追问台湾是否有建造潜艇的能力。 蔡英文说,现在是在设计研发的阶段,先做一搜看看。 发言闪烁自爆其短。 据台湾中央社1月23日报道,大陆究竟会不会攻打台湾? 蔡英文接受专访时表示,没有人会排除这个可能性。 台湾防务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冯世宽说,蔡英文是高瞻远主,我们不能够好意忘劳,要居安思维。 另据台湾旺报1月23日报道,蔡英文上台以来,两岸胡同论不断发酵。 蔡英文去年曾自信地表示,两岸胡同并非对岸选项,不料,蔡一个月不到。 蔡英文随即在首次电视专访改口,公开称没有人会排除这个可能性,任何决策都必须要计算它的成本。 闪烁不定的发言,即透露出应对新形势下两岸关系的不自信,频繁战略错误,更让民众感到忧心。 报道称,随着2018年地方县市长选战脚步逼近,外有低迷民调,内有深律步步进逼的情况下,蔡英文首次接受电视专访,不排除有违自己造势,加恩的政治盘算。 但面对几乎失控的两岸问题,蔡英文并未透过专访颁回一程,反更自暴其短。 报道称,尽管蔡英文保证两岸关系不暴走,不将住,不回老陆,但过于口是心非的善意,及一系列去中化动作等,让陆方逐渐失去耐心,各式打压也接踵而来。 而蔡英文的风险控管,似乎不如预期,报道称,以近期持续延烧的M503航线为例,面对陆方启用M503航线,蔡英文已暂不允许厦门航空和东方航空春节加班机作为反制,营造出陆方不愿启动技术性协商的舆论空间,把两岸问题一并推给陆方。 但牺牲台昌权宜的后坐地,迫使蔡英文改口称是权宜之计,既失了理子,也丢了面子。 报道称,蔡英文应该从根源解套,寻求两岸对话的可能,升高对立的做法,恐凡是台湾自负手脚,对内形成民意反扑,针对蔡英文表示,大陆攻台可能性未排除。 23日台湾防务事务相关部门发言人表示,台军将时刻保持警觉监控,图为台军用竞技舰上的水下扫雷载具,联合新闻网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